有請部長 相關的還有建研所的陳所長 以及營建署的許署長 好 請部長 署長跟署長 總委員好 好 大家早安 我有二十幾頁的PowerPoint 我盡可能的快速的 來跟您做分享 我的破題 微觀或是宏觀 內政部如何看待建築 建築的scale 可以小可以大 從單動大到都市更新 大到都市規劃 可能大到國土都有可能 但是我看內政部 對於建築相關的管理 都著重在營建法令的限制 我今天希望 透過我的質詢 責成內政部相關的同仁 對於建築設計的強化 產業的福祉 以及建築文化藝術的保存 你們都有責任 也就是請部長 容我多一點時間 我最後讓你統合回應 把眼睛打開 把心打開 中華民國政府內政部 對於建築 這樣一個重要的產業 其實做得非常非常地 Narrow 下一頁 普利茲克獎 世界知名 能夠獲得這樣一個建築櫃冠 我想台灣真的有機會 譬如我們的黃生源建築師 我們的謝英俊建築師 我們絕對需要強力來扶植台灣的建築 設計能量下一頁 普利茲克獎得獎 一大堆就是我說的 Next one 可能我們有機會下一頁 那對應於內政部 內政部也有一個中華民國 傑出建築師獎 您知道嗎 對 剛剛普利茲克獎是 十萬美元的獎金 莫高的榮譽 我們的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 到現在頒發了十五屆 六十二人 就是一支獎狀 一個獎盃 Nothing more 沒有關係 這些珍貴的建築創作 這些偉大的建築師 不在乎你給予他 其他的什麼樣子的獎金 但是我們需要更多 對於他們建築創作的 尊重保存 推廣下一頁 這麼多十五屆 您先看一下 六十二個得獎建築師 紅字的 不超過十個 是目前有被收藏 他們的圖稿 只有不到十個 得獎之後呢 內政部頒了獎之後呢 下一頁 所以我說我們對於建築領域的是 管制大於輔導 而且旨在法規 我下一次會找機會跟您統整 我們所有建築法規 應當更與時俱進 很多的法規要迎向新的工法 新的技術以及新的時代趨勢 譬如說木構造 木構造已經不是傳統在看 木構造搭配新的技術 它其實已經防火耐震 連魏延武都可以把日本東京的 Olympic的場館用木構造 而台灣對於木構造的法令停留在過去 樓高的限制 使用的限制非常多 我舉例來講 即便你只管營建法令 這麼的Narrow 還是不夠精進跟進步 相關的台建中心建築研究所都有責任 下一頁 台灣的建築能量在國內 這段時間三個大展 高地展 Zaha di展 還有現在正在北科大展覽的 科比義130週年展覽 部長你有去過嗎 這幾個我現在 尤其是最近 以前我會喜歡這樣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被綁在你的事物上 因為我知道你懂我要跟您說什麼 下一頁 台灣的建築能量 田中央世界巡迴展 斯堯努力的協助 黃生源代表台灣的建築界 戰道世界 現在進入第六戰在布拉格 我們的謝英俊建築師 現在在赫爾辛基 引領了整個歐洲對於難民收治 以及自立造屋的社會討論 台灣建築界的驕傲 這兩位都是我們中華民國建築建築師 下一頁 我給您幾個提醒 科比義在去年 他在橫跨世界三大洲六個國家 17座作品 被以一個創舉的方式 就是系統性保存 把這些東西 馬賽公寓 Villa Savoye 狼鄉教堂等等 全部指定為 系統性保存的世界遺產 下一頁 今年在台灣 偉大的建築師 王大宏 華裔建築師 貝玉明 都在今年一百歲啦 我希望2017年 台灣對於建築 珍貴的創作 也要即刻啟動一個 全方面的系統性保存 比照剛剛 UNESCO對 科比義做的事 我希望能夠 我也要求文化部再進行 下一頁 我很快的跟您講 我們希望內政部伸出援手 貝玉明的陸思義教堂 之前因為東海大學 對於其他的陳其寬的建築 開始做一些破壞 思瑤開始跟著師生一起努力 終於努力 初步的把東海大學 四座建物 目前有 分別有古蹟身份 以及歷史建築 當中就是貝玉明先生 我覺得我可以很驕傲地 索性在他100歲生日的這一年 把陸思義教堂能夠成功指定為 古蹟下一頁 王大宏先生 在台灣122個作品 散佈全台 但是目前有文資身份的 被保護的只有四件 下一頁 跟你有關嗎 當然有關 我剛剛說的 這一些珍貴的建築師的創作 我先把修澤蘭Mark起來 修澤蘭女士 台灣第一女建築師 在台灣有 二十幾座珍貴的建築 但是只有三座 目前被保存 前陣子還發生 她的藍陽女中珍貴的 白樓綠樓小白宮 被學校強行破壞 所以我說 你的角色在什麼 當我要求教育部門 其他部門 文化部門 針對這些偉大建築 去做文資指定的時候 新的文化資產保存法的法規是 只要五十年以上的公有建築 在做處分 在做修繕 必須強制啟動文資鑑定 這是法律的授權 我去年修法修過的 但是很多也許不達五十年 可是它本身具有 珍貴的保存價值 而其他部門 它沒有這個觀念 教育部校舍這麼多 修澤蘭女士的作品 都在學校裡面 可是真的沒有這個專業 教育部 我們內政部是不是可以優先 就從這些偉大珍貴建築師的創作 統一盤點提供各部會 你向下管有多少 這些是我們珍貴建築師的作品 所以你有角色 幫助其他部門來做文化資產的保存 下一頁 那我另外剛剛講到 現在還存在 沒被毀損 沒被暗夜裡的一把火 破壞的文資 實體的保存 都有限了 其他的史料 文物 模型 圖稿 更要收嘛 來回到前一頁 我剛剛說出來 許宗希 李崇耀 王秋華 陳麥 陳其寬 吳明修 潘季 高爾潘 好理家在 這不到十位建築師 目前有收他們的東西 誰在收 下一頁 土稿誰在收 台博館 文化部的台博館 經費有限 2007年以一個專案的方式 少少的錢 收了十萬件 下一頁 但是 錢不夠 人不夠 徵集的作品也有限 而且居然收藏建築的史料 只有圖縮 沒有模型 而且現在在做數位化 也 經費有限 卡在那裡 我已經要求文化部門 全力來協助 可是 文化部是以文化的角度 建築藝術的角度 去介入 主管機關 是你啊 下一頁 我具體說 芬蘭有建築博物館 下一頁 德國建築博物館 在法蘭克福 值得看 我都去過 下一頁 講到建築博物館 一定要看 露特丹 這一座 荷蘭建築博物館 因為它甚至啟動了 2001年開始的 露特丹 雙年展 開始啟動了 每年的都市計畫 建築產業 建築創新創意的 整個細谷效應 就因為一棟建築博物館 而發生 下一頁 日本也都有 民間公司 都在做很多的 建築史料的收集 下一頁 我問了 郑立軍部長 建築博物館 收集史料 重不重要 他說重要 軟體先行 文化部只能夠請 台博物館 繼續來加強徵集 但是 主責機關 如果今天我要推一個 台灣需要的建築博物館的時候 郑立軍不敢說 斯堯這文化部來做 因為 法規上 建築是您管的 我們受制於這樣 我希望 不管誰出面 你內政部一定要帶頭 你跟文化部一起下頁 所以你告訴我 yes or no 我跟你講了這麼多 我希望喚醒你過去 對於建築的熱愛 您告訴我 有沒有可能 啟動建築博物館的籌設 我們來跟文化部的軟體 然後你們的硬體 我們真的要啟動這個思考 在2017的關鍵年 是 部長 好 快速回應 謝謝 委員 我首先對於你關心這個 我不只認同 從我個人的層次 這也是 我覺得 也過去我一直非常關心的部分 但我期待你做 但是回到源頭來 我今天 剛剛你問的問題 觸動我 我因為當了內政部長 我反而沒有機會去 去看我喜歡看的 對 那現在從內政部的角度來看 今天所有你談的每一個問題 我在態度上 做法上 我都認同 而且我常常講一句話 我們不只在蓋房子 我們不只在疊磚頭 後面的文化 後面的美感 後面的設計 所有 所有這一些價值 對 我看到你眼睛在發光 發亮了 但是 但是我還是要 我還是要很能學的講 從剛剛質詢聽到現在 你現在好有熱情 好快 主席坐下去一下下 他很有熱情 在部會的協商裡面 這個博物館這個 還是要文化部來組織 然後我們內政部願意 對不起 我沒有講髒話 我說靠邊站 非常努力的來協助 我們不應該因為 部長個人的愛好 然後就變成事情搞砸了 這個問題我思考很久 但是在台灣的建築主管機關 就是內政部 我也很痛苦 沒關係 你只要告訴我 我們跟文化部一起坐下來談 我們會 我們一起來就定位 就分工來討論 只要你願意啟動 我們一起來克服 我們既有的機制 既有的量能 盡量來協助 但是分工明確是做事情 那你同意台灣有一棟 建築博物館的創建吧 欸 態度上是很辛苦 當然需要嘛 也期待 那做法上我們分工清楚一點 那我們一起來做 喚醒你的熱情 我們一起積極來跟文化部做 而且我們的同仁其實喔 在這方面也都有這樣的觀念 那有些愛於 那就把想法 把理想 把夢想 或是你消失已久的熱情 找回來 我們一起來發動這件事情的討論 沒有消失啦 還是潛藏著啦 那就做吧 好不好 我希望 因為這絕對是 你應當來做一個主導 文化部一起來配合 沒關係 我們就定位跟分工可以來討論 但我獲得您的肯認 我們需要來籌建 這樣一座珍貴的建築文化的博物館 好 謝謝部長 好 謝謝 巫委員